大選各自出招 郭台銘的部分呢 他是勤走這個地方來掃街敗票 昨天晚間是到了桃園的新人夜市 不過他還提及啊 柯文哲最近見他的時候 討論藍白河 觀察藍營 沒有必須的決心 他認為團結是唯一慎選的方程式 為了衝高連數 郭董逛夜市拼人氣 曾多次登上 臺灣首富 仍有攤販要請他吃東西 這位熱情攤販突然烙一門 郭台銘也配合 那願意跟柯文哲好好配合嗎 郭台銘說他和柯文哲理念高度一致 既然未來可能合作 會是柯郭配還是郭柯配 該怎麼合作 郭柯見面是不是對不分區立委已經有所規劃 郭台銘沒有證明承認 只說兩人談了不少AI跟經濟 記者謝祥玲 陶雲報導